大家好,这里是没有精致画面,只有满满干货的,千千 现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追求健康 所以说全麦面包现在就是相当的受欢迎 这款全麦杂粮吐司在它健康的前提下 我们还要保证它的柔软度,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这是千千提前做好的中种面团 材料部分我们要把糖、盐和酵母分开来放 夏天室温比较高,我们就使用冰水 黄油是我们稍后再加入的材料 大家可以准备一把这样的硬硅胶挂刀 以方便处理厨师机同类边缘的面团 揉制这种状态,我们加入黄油 大家可以在烤盘上面抹一点油 或者是喷上脱抹油来防止面团的粘连 把面团的光面折叠出来放至烤盘 准备进行第一次发酵 这里就一小款面团 拉一张手套膜,给大家看一下面团的状态 夏天室温比较高 我们直接在室温下进行醒发 吐司表面的装饰有白芝麻、黑芝麻、南瓜籽 以及叶麦片 面团发酵至1.5倍大 撒上干粉 这里我们的面团分割150克一个 我们把分割好的面团光面折叠出来 捏成圆形 撒一点干粉 用手拍扁 大家注意看一下我的手型 然后进行第一次擀卷 擀成一个朝方形 翻个面 轻轻地卷起来 都卷好之后 我们进行松弛 面团的收口朝下 我们来进行第二次擀卷 擀卷的宽度和吐司盒一样宽 长度稍微长一点就可以了 再给它翻一个面 然后卷起来 三个卷 给它收成一排 刷上牛奶 给我们的杂粮吐司表面 沾上我们准备好的葱凉 放入吐司盒 准备进行第二次发酵 爱发温度36度 湿度80% 这里给大家量一下 发酵好之后的高度 上下火180度 烘烤时间 28分钟哦 很多小伙伴说 我的吐司为什么瘪啦 大家给吐司脱膜的时候 一定要震一下 让吐司散出热气 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这款吐司弹性非常的好 柔软度真的是非常的棒 大家可以一次多做一点 放冰箱里面冷冻保存 一周内吃完 口感最佳哦 好吗 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